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全世界22个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NGO组织和库尔群体的学者、社会工作者和行动倡导者 共500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这次大会由泰国、曼谷、马哈多尔大学人权研究与社会发展办公室 与澳大利亚的亚太库尔网络联合举办 大会组织者在两种意义上采用库尔一词 库尔既是对所有的同性恋、跨性别、变性的行为、身份以及文化其丰富多样性的简称也是一个术语 他描述的是吸取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库尔理论的种种批评形式 在大会和出版物中 亚太库尔网络强调 需要在亚洲语境中重新思考库尔理论 同时对亚洲的恐同、恐惧同性恋话语和实践展开批判 并质疑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对性和社会性别的阐述 请坐在一起把解决报告写出来 我觉得非常温暖的我们是一个大集团 我们彼此没有歇视 The future is in the right 这次大会的终止在于探讨如何将亚洲地区 与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和酷儿文化 社区相关的学术研究与倡导行动联系起来 这一行动的目标是 推动社会对多元性别的尊重 支持与亚洲LGBTQ同志有关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 亚洲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多元的社会与文化 人们通常认为亚洲地区的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和酷儿同志 没有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打压 但是这些群体同样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 在亚洲 自1970年代起 日本 泰国 菲律宾等国家 便开始有为族群争取权益与法律保障的运动 其中有些国家无视同性恋与跨性别社群的存在 甚至将之视为罪犯 1980年代开始的艾滋防治工作 为置身于这类国家的酷儿社团开启了新的文化与政治空间 到1990年代 在东亚 东南亚 南亚等地区国家 酷儿研究迅速兴起 形成重要的学术领域 尽管如此 亚洲酷儿的抗争在政治层面依然缺乏成果 许多国家对相关论题设立种种限制 而在禁锢较少的国家 近年来争取到的学术地位与研究自由 也受到保守学者 政府官员及其他势力威胁 一些从事开疆拓土的研究的青年学者缺乏体制支持 社会上依然弥漫着歧视同信链的气氛 电子技术与信息革命 为酷儿社群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亚洲的酷儿社群站在社会运动的前列 运用新科技凝聚力量 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新文化 这次大会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召开的 为的是确保已有的思想文化成果 为重新审视酷儿研究与运动 在亚洲地区的发展 也为加强互动与合作 在学者和社会运动者之间发展新的策略 大会展现了亚洲酷儿研究的丰富性 及这一研究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年轻学者与研究生的参与涉猎 也是本届大会特别注重的焦点 大会主题发言人Vitid Mountbong教授 是泰国曼谷Channelong Kong大学的法学教授 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 曾经在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士、丹麦、 奥地利等国家的多所人权研究机构任教 1990年至1994年 他担任联合国儿童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目前是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Vitid Mountbong教授 在联合国销出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大会上 撰写了第一份泰国报告 2005年3月23日 他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年一度的人权教育奖 评奖委员会主席评论说 这个奖项也是讲给泰国和亚太地区的 他发言的题目是 国际法中的性、性别和权利对亚洲地区的影响 他指出 当年曾经关押过同志艺术家的雷丁监语 依然存在 他依然影响了今天很多奥斯卡王尔德 还记得纳粹时代的粉红色标记吗 幸运的是 对人权的倡导提供了一个桥梁 作为基本的人权原则 无其事是关键 人人平等是关键 无论其种族、性别、社会地位、性取向如何 这个大会能够举办是一个奇迹 新加坡的法律是禁止同性交配 一路来新加坡就有一种 有一个同性恋的族群 可是要等到1990年代 才有足够的同性恋 觉得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法律的不公平 就是越来越多人要参加我们的运动 想把它登记成一个合法的传奇 2004年第二次登记没有成功 一定会有第三次的登记 一直一直做到新加坡政府 能够公认我们是一个合法的 有权利在新加坡活动的一个 一个比较具体 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分三天进行 讨论的议题分别为权利文化和健康 会议共收到165篇研究论文 其中的共同呼吁是争取人权与学术研究自由 在这一主旨下 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主题包括 性健康与性教育 文化在线 美学和媒体 亚洲语境中的酷儿理论 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 对亚洲以异性恋为规范这类话语的批评 对西方中心话语的批评 亚洲酷儿人群的历史和文化 亚洲的文化价值 宗教和性 性教育 与亚洲的酷儿群体 与会者还讨论了相关的社区能力建设问题 包括如何与政策制定者 以及媒体就酷儿议题 展开交流 如果跟媒体讲解 媒体又很正面报道 这有利于整个社会读者 准确的认知同情练习 现在是大会第一天的小组讨论 这个会场讨论的是 酷儿研究在中国 三位发言人分别探讨了 中国男女同志的历史 北京女同志身份 与社区形成 以及酷儿理论 与中国法律的关系 这里是泰语组 这里讨论的是泰国媒体 对性的多元性的在线 通过媒体进行有关性的 多元性的教育 这对个人和公众 都将产生影响 读者包括具有各方面 性取向的个人 他们构成社会大众的一部分 需要讨论的是 媒体这类表达 如何在个人和社会之间 发生作用 又如何影响到个人和大众 对性别形象 角色和生活空间的理解 第一天下午 大会发言的主持人 向与会者介绍 大会的第二位主题发言人 台湾中央大学 性别研究室的 何春瑞教授 他说2003年 13个保守的NGO组织 因为性别研究室 网站的大型数据库 联合起诉何教授 但学生 学者 行动组织 和来自全世界的强烈呼吁 形成对何教授强有力的支持 在座的很多人 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何教授在法庭上 展开自我辩护 在地区法院和高级法院 以胜诉告终 何春瑞的发言题目是 全球治理对亚洲酷儿不好吗 他说 我要集中探讨的是 全球治理在亚洲出现的重要发展 它不仅对亚洲酷儿人群的生存 有着强烈影响 而且对这一地区的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 全球性的道德规范霸权取得重大进展 它竭尽全力启动新的立法和诉讼 来对付酷儿的文化表达和社会影响 其次 打着保护儿童的幌子 利用 并将这一说法当作普遍的要求 实际却强化异性恋霸权 打压文化多元性 并且把这种多元性看成是造成社会困扰的原因 和对儿童的危害 国内来讲 酷儿这个概念还非常新 像YY论坛上有讲 它说酷儿在大陆 好多人不知道 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有好多异性恋事 不知道 同性恋社区有些人知道 但就我的了解 满排斥这个概念 这次看来 从研究水平的差距概念 包括概念的深入以及更新 我觉得大陆的学者真的落后了好大一段 大会发言的议题是亚洲酷儿本地产品西方引进还是早上的一段 亚洲酷儿研究最热门的议题之一 亚洲酷儿研究最热门的议题之一 就是亚洲多种多样的跨性别 男女同志身份和社群 通常由人类学家进行的有些研究 聚焦于这一地区 亚洲酷儿主体利用本地文化和历史资源来建立叛逆的文化时 它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而通常由政治学家和健康研究专家进行的研究 则把现代亚洲酷儿描述为西方引进的或者是对外国 特别是美国的男女同志身份模式的借鉴 还有的研究受到对全球化的后结构主义分析的影响 这些研究强调酷儿身份的杂种特色 它具有普遍性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都是如此 现在发言的是Stuart Cole 他来自新加坡 是以父权亚洲同志为使命的网站 亚洲男女同志网的创始人 他说我们是从少数勇敢的人开始的 而这几年来 有人不再介意采用自己的照片 并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身份 他们变得自信自在 这些在几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互联网赋予了人们力量 也推动了这些身份的形成 来自纽约华人性别研究中心的代表 颜君平介绍了这个中心的项目情况 他说我们的使命是鼓励与性和性别相关的讨论 致力于在华人社会中消除针对性少数族群的歧视 在小组讨论中 与会者分别就全球语境下亚洲酷儿的权益 反击歧视 伊斯兰和印度文化中的跨性别群体 日本的酷儿实践 同志健康以及酷儿文化电影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这个小组会所讨论的议题是 在亚洲作为同性恋电影或酷儿电影 DV电影之天人意味着什么 影视作者接受或拒绝同志酷儿标签有哪些原因 这些会不会使他们陷入被隔绝的小圈子 是否有助于建立联系 获得认可或者得到资助 还有被指认为同志影视作者 在亚洲或其他地区能够有哪些放映机会 亚洲同志酷儿电影制作有共同的渊源关系吗 一个出了轨的电影的导演 他都未必一定可以去表达到 他心目中所想的 我要正面去表达同志的身份 还有很多时候表达 我们叫representation 很多时候我们表达的东西 我们想用电影 我们想用文字去表达的东西 有时都不是我们自己去控制去表现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里面的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控制这个社会的文化 而是这个社会的大文化在我们 这里是泰语组的讨论 这里讨论的议题是性的流动性在泰国 发言者指出个人性身份的改变 可能是个人的社会存在丰富经验的结果 这些经验包括个人对性别身份性角色变化的认识 包括对个人亲密关系的感知和期待 改变性身份的可能是因为社会走向开放 生活方式变得多样化 个人的性别和性身份的表达也因此得到接纳 这个小组讨论的是在何种程度上 个人的性和性别身份的变化 在特定的性群体中受到限制 而个人又是如何处理这些变化的 还有社会如何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 那这次的话肉身相见 其实有另外一种对面交谈的机会 这个会议里面进步的运动的观点少 因为多半都还是在认同政治 都是在这个NGO的团体的层次 那学术研究方面也以这个实证研究为多 而比较没有很深入的社会的文化的层次的 比较复杂的这个研究 那也许这是以后可以多发展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这一次在特别在谈这个 科威雷梦和学术研究部分的话 其实是比较少谈 少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 一些方法学上面的局限性 或方法学上面的一些假设 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学什么样的假设 其实会生产出来什么样的知识 那那个局限性我觉得是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还没有开始去反思的 我希望能够有这种跨领域的 然后比较更深入到了 人的生命的这种研究 经过三天的紧张讨论 大会在7月9日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讨论未来的行动策略 来自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的秘书长王平 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言 我认为这个大会 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连结的力量 让我们彼此看见 它必须是一个 我对这个大会的期待 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持续的 而且充满希望的 往前发展的 运动和学术的集结 我们认为只有草根的群众力量 是最可靠的 最需要我们与它靠近的 所以我想的一个期待是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中间有不同的世代 有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文化背景 我相信呢 可以真的 攜手 往前迎接一个 彩虹世界的革命未来 谢谢 彩虹革命的意思很简单嘛 我认为我们搞运动 就是要搞革命嘛 我们哪有在这边什么 听主流的话 做主流要你做的事 我们又不是服务人员 我要当服务人员 我就进主流机构做了 那革命就是说 大家一起来 这是一个需要战斗的一个时刻 彩虹很简单 Rainbow 我觉得它是一个多元结合的意义 当然在整个同志运动里头 同志一直在用彩虹这个代号 可是我更认为 彩虹不只是同志专门享有 虽然同志这个概念 我们已经把它扩大 是LGBTQ等等 可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 你每加一个字进去 其实就有一个限制 我觉得彩虹应该回到 我认为在美国 民权运动的时刻 它用彩虹是一个coalition 也就是说这个多元的包含是 永远不可能有界限的 大家都在一个彩虹的 我怎么讲包围之内吧 就光在天上 你就在光之下 每个人都在里头 没有人应该区隔在外 那就说大家一起来搞革命 这是我的意思 所以不要坐在椅子上 不要只跟学术资源谈话 不要只跟NGO跟政府谈话 我们应该自己彼此互相互动 弱势的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学术跟运动 是可以一起工作的 我们也是同志关系 这个conference的关系 所以我是呼唤大家 一起来搞革命 别坐在那儿了 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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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训练是一个 很大的机会 做的写方式 Where are you from? 我从Singapura 我们是个看法 我们是一个看法 的看法 看法 这个是第一次 我从中心投入了很多 点到在英国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Where are you from? 从英国 我叫Gita 我从英国 我是一個迪士文康判官 但我認為為了這次的訪響 這間其他提供了很多想法 這點是個很高的驚喜 說什麼走後來會做 離開這個訪響 談人家這次的訪響 聊天 azt聽到 所有事情 們的事也肯定會很接近 然後能夠感到強烈的帶領 East-South-East-Asia rather than South-Asia We have a lot of academics and activists in South-Asia that could contribute and learn from this conference Thank you very much I guess in a nutshell, the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It's very groundbreaking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conference The type of dialogue that we had My main thing is just encourage that we continue this dialogue after the conference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meet again real soon to see where we've progressed In terms of, you know, gender, sexuality and identity Just worldwide, I think that it's been a really good conference We're very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conference We think that it's something that's very groundbreaking for so many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And scholars, researchers, grassroots, NGOs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I sincerely hope that everyone takes something away from this And feels inspired, has learned something new And is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better good And we talk a lot of many terminologies And like now The Senator's words about this conference is another sense to you I was not surprised because, you know, the attitude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Thailand is still rather negative towards gay, lesbian and transgender Although our society is open But, you know, you can change their mindset So I was not surprised What I was surprised with is that They said that without thinking Without taking any minute or any second to think In the sense that these people, gay, lesbian and transgender They are human beings like us And, you know, they should enjoy freedom Of that, especially choose their own sexual orientation So I was surprised, you know, because Alright God That